为了强调马告香水是来自森林的气味 主办单位特别将发表会 拉到位在1600公尺高的双龙林道当中来举办 这样的香水发表会 让前来参加的行销专业人士非常称赞 那么马告香水的话呢 平常的话呢在都市里头没有什么样的感觉 可是今天的话整个就在森林 故道当中的话 真的就可以体会到马告香水 真的是来自于这样子的一个大自然的香水 那非常的不一样 让我们深刻原来马告不是那么遥远 那我们又近距离的去体验 闻香 还有包括这整个森林的这个氛围 Lebius Hamsun就是布农族语森林的气味的意思 强调它的香气来源自天然森林 希望能够成为新一乡浊水西线部落 深度旅游当中的亮点 日馆住这里培训的课程之后呢 希望是由我们在地的部落的人能够做采集 采集之后呢我们做浸泡 干燥浸泡之后萃取的那个马告的定香剂之后 再由我们的我们行销公司这边的那个GMP厂商来做一个完成的一个香水 只是用了两年的时间我们福岛部落 从凝聚部落共事 然后推出香氛的产品 并且用马告这个当主角 那我们也请了这个香氛师来教部落怎么样去调制马告 把整个行程把它做一个设计 那未来呢 丹大布农部落呢会有两种主要的产品 一个是部落的香氛 还有部落的香水 另一个部分呢就是体验观光的部分 在我们每一品的香水里面每10ml的香水里面 我们有400颗马告的种子 来自布农族部落的马告香水全台独家推出 除了是部落推展深度旅游的新希望 在工部门以及专业香氛老师的协助行销之下 也将朝向台湾版的格拉斯香水之都来努力 记者继续像现在采访不到